Andy的选战逼近 不过张化现有一位社区的理事长 他帮忙特定的乡长候选人助选 依次是引发了对手的不满 他在自家遭到了有四名歹徒持刀砍伤 身中五刀缝了一百多针 怀疑可能又是一起宣举的暴力 让现在远景的办案压力 真的是大到不行 八人助选却没想到招来对手 四名持刀二煞疯狂砍杀 遭砍杀的伤者身中五刀 紧急送医急救 缝了一百多针 余悸有存 事发现场客厅沙发留下斑斑的血迹 家具终于在扭打之下 推的推倒的倒 当时一群人原本在这里开会 却没想到才刚散会 歹徒就现身砍人 现场紧急围起封锁线 因为再度传出疑似选举暴力 让远景破案压力大 态度很紧张 遭砍伤的受害者是一名社区理事长 刷新奇帮特定的乡长候选人助选 却被想到扫街败票的时候和对手狭路相逢 双方一眼不合疑似遭寻仇 被四名歹徒砍杀 让地方的选举再度谋上暴力阴影 组织新闻陈梦辉 彰化报道